谭云环视空荡荡的宝塔一层,感觉心中万分落寞 忽然,谭云仿佛想到了些什么 哈哈哈哈,诸神凶渊 我属下两族后人,不仅在诸神凶渊等我重回鸿蒙神节 玉树和琉璃旅神魂,封存在镇渊神辈之中 好,太好了,语叔,你等着主人,主人一定让你复活 带着澎湃之心,谭云足塔飞溅,轻车熟路朝六层神塔飞去 片刻后,谭云遇见飞落于六楼敞开的塔门之前 当他看清六层塔内景象时,悲伤思绪再度自心间一油然而生 他实现里,三十万丈剑方的六层镇摩塔内 一把把巨大的斧头和重锤正血迹斑斑堆积如山 谭云之所以悲伤,使他清楚神符乃洪荒巨神一族所使 神锤则为蛮荒巨神一族所使 看着这堆积如山的神符神锤 谭云不禁想到了死去的两族巨神们 他大呼一声,将悲伤化作复仇的动力 旋即他发丝飞扬,临时笼罩堆积如山的神符神锤 这神符合计十六万八千把 神锤合计十万九千六百把 同时,这些东西中的气灵已经全部死去 谭云控制神符神锤骤然变小 直至所谓巴掌大小后,便将之射入乾坤界之中 这些神器只有芒荒和洪荒巨神的后人才能使用 谭云准备将来抵达诸神凶渊之后 找到两族巨神后人 再将这些神器交给他们 然后带领他们征战诸天 大定如意,谭云看着自己昔日炼制的镇魔塔 喃喃自语 镇魔神塔暂时不能收走 否则必会惊动神魂仙宫高层 看来只有将来灭了神魂仙宫之后 再和生命之术一道收走了 深吸一口气 谭云便退出六层塔门 接着,双手食指弹动 一缕缕淡金色的灵力从指尖飞射而出 射入敞开的两扇塔门之上 顿时,两扇塔门上可惠的密密麻麻的禁止纹路 便形同拥有生命 开始杂乱无章地不断游艳 这塔门亦是随之隆隆关闭 玉树震魔塔乃谭云昔日炼制 它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启动塔门禁止 随后一刻内 谭云又先后启动五至二层的塔门禁止 使得二至六层塔门尽数被关闭 当它踏出镇魔神塔 身后一层塔门轰然关闭之际 皇甫圣宗弟子的激动之声 如潮水般吞噬谭云 诸位快看 谭师兄已经出来了 是啊 你们说 谭师兄有没有得到神丹妙药啊 废话 肯定得到了 在我心里 谭师兄可是无所不能的 这时 万丈镇魔神光外的木木义 木然回首看向一众女弟子 谭云要出来了 大家请回避 闻言 众弟子自是了然转身 毕竟待会儿谭云穿梭震魔神光之际 显然还是会衣不避体 随后 谭云凭借强悍肉身 穿梭过万丈镇魔神光 待他出现在木木义身前之时 身上已经多了一身紫色长袍 谭云 怎么样 镇魔神塔内有神丹妙药吗 随着木木义询问出声 一众弟子皆是木寒七许望向谭云 谭云望着众人眼神落寞地轻轻摇摇头 唉 我只打开了一层塔门 一层塔内空无一物 二层塔门的禁止我尝试过了 以我现在的阵术造诣 根本就打不开 谭云知道 木木以薛紫烟和钟吴诗摇 自然清楚自己撒了谎 至于别人怎么想 谭云并不在乎 众人的失望写满脸庞 但多数人还是相信谭云 只有极少数的人怀疑谭云言语的真伪 木木义不露声色 扬装失望 既然打不开 那我们即刻启程前往传城古井吧 啊 只能如此了 谭云应声 木木义便寄出灵州 载着众人攀升至陨神森林上空 随即便朝诸神血河击驰而去 传城古井正位于诸神血河底部水域深渊之内 光阴四溅 半个月后 木木以驾驭灵州使出了陨神森林 距离诸神血河上于八百万里之遥 照现在的速度 还需时日方能达到 同一时间 天穷之中虚空为之一阵 汝燕尘驾驭灵州 悬浮在一座座高耸若云的雄风之上 依照地图预检所示 诸神血河就在山栏间了 汝燕尘驾驭灵州 警惕十足地朝雄风之间飞落 待灵州下降百万丈后 他俯瞰下方 但见山栏里 一片一望无际的血色湖泊印入烟连 深邃的湖泊寂静得可怕 湖面上没有一丝波纹 仿佛镜子一样 汝燕尘俯视着血色湖泊 只觉得脊背凉嗖嗖的 这湖正是诸神血河 长文亘古时期诸神之战时 诸神陨落血流成河 故而被称之为诸神血河 但随着时间流逝 血河干枯之后 又经过无数次雨水的冲刷 此刻山栏间干枯的血迹早已被稀释 最终同雨水一到 汇聚而成了如今的血色湖泊 汝燕尘环视围绕自己的巍峨雄风 焦虑呼喊 拓巴梦 你在哪里啊 少主 我们在这里 一道倩影自血湖边凭空出现 朝如焰尘招了招手 如焰尘大喜 驾驭灵舟急速降落在血湖边上 接着 他的身影便凭空消失 此地很显然已经布下了幻阵 如焰尘走进幻阵后 拓巴梦便带着一众神魂仙宫弟子 朝如焰尘抱拳 见过少主 这一次的诸神失恋 神魂仙宫有三千名弟子参加 永恒仙宗则为两千人 当时诸葛宇安排 徐思思带领一千名神魂仙宫弟子 在古老冰川设服 另外一千五百名神魂仙宫弟子 则听拓巴梦命令 埋伏于此 伏及皇甫圣宗之人 故而 此刻拓巴梦身后弟子 就为神魂仙宫之人 少主 您不是在陨神森林吗 您怎么来了